歡迎收看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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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李宗盛一人內政臉 王心跳的經驗 是 好 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嗶嗶 嗨 嗶嗶 嗶嗶嗶 嗶嗶 嗶嗶 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尤其是我們第一次 上婦產科的時候 那是太嚇人了 沒錯 嗶嗶咧 妳那麼洋化應該不會啦 對 我覺得應該裡面 最不害羞的看起來就是她的 對 最不害羞 而且最自然的 而且可能就是那種 感覺就是跟她 只要那個醫生是帥 她不用講 她直接趕快 人家不叫她開就太開了 對啊 先讓她揪妳 妳也總是會不好意思 因為給熟人看跟不熟的人看 差寒 本來又是 妳老師跟我說錯 錯 真的是錯 真的是這樣 多讓一百的男朋友 看到一個醫生看 那完全不一樣 其實完全不一樣 其實像我們的年代 那個時候媽媽都會交代說 媽 不會跟她砍手啊 對 砍手就會有心 我們還真相信呢 我... 沒有 讓她砍到手 我來護身 不是... 我... 人家我到22歲 好 是那個了 女兒 處女喔 因為我相信媽媽講的話 我相信媽媽講的話 就是說沒有 以前的年代 哪有電腦 資訊不發達 可是妳的條件那麼好 對不對 又那麼浪 妳說小甜點都不到我吃 條件好 不代表一定要給人家看啊 對 可是一定有很多追求者 一定有的嘛 可是一直到說就是說 好像自己會覺得說好奇怪 為什麼那個 比方說我們的朋友啊 他那個MC來的時候 就有的痛的在地上打滾 好 驚痛 對 就在地上打滾 然後哭得跟牛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我如果都不會 那我是不是不正常 就去給醫生看了喔 對啊 這樣就給醫生看 就這樣破掉 不是 有的腳踏車 就破在腳踏車上面 那是藉口 那絕對都是藉口 沒有 妳真的藉口 沒有 妳真的藉口 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 以前的腳踏車 跟現在的腳踏車絕對不一樣 以前腳踏車就像彩娃講的 那個後面有一個鐵架子 因為它要載那個稻米 整包的 布袋有沒有 可是妳又不是坐在那個 不是 不是 我現在 腳踏車跟以前腳踏車 都一樣有坐墊 沒有...不一樣... 沒有坐墊 妳是什麼女的 不一樣 妳現在是我這國的 不是我這國的 我現在是要說 那個腳踏車後面有一個鐵架 很大 它就在載那個稻米 要載去賣 好 那以前那個 我腳踏車已經很不得了了 所以呢 那個腳踏車很大 都是大人在騎 所以像我們那種 小孩子要學騎腳踏車 你必須要踩到那個靶 手鈴那沒有 踩在那裡 然後它又有一根鐵 然後又要踩到鐵的上面 然後前面又有一個橫桿 你踩到這裡 要跨過那個橫桿 你重心不穩就... 阿姊 你有受不了 那個橫桿是怎麼樣 不是一定要進去才會破掉 是你只要撞到 很用力你就會破掉那個末 一點點就會裂掉了 是大量的撞擊 那才會... 妳小姐 妳就是... 因為不是 妳的第一次不是給腳踏車 其實我從來沒有落紅過 那搞不好妳也是腳踏車來講 腳踏車是摩托車 妳是腳踏車 她是摩托車 她比我們先進多 怎麼可能 其實我跟妳講 正常的 一定是 紅色的就像學一樣 我們現在不用再討論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題是 我叫腳踏車 我叫腳踏車 反正不管每個人都... 只是說妳要給誰 但是以前的人說 腳踏有沒有 那就是怎麼樣 什麼是腳踏 就是它都不會 它都不會破 非常厚 破不掉的 真的嗎 那這樣可以懷孕嗎 可以啊... 所以妳應該是腳踏的那種 可以啊 什麼 我發現 我很想現在馬上去內診 看看我的住人 我還在哪兒 妳怎麼跟我一樣 對 我現在開始 我現在開始擔心起來 我到底祝你們有沒有過 所以 可是當不是十八歲就有信心 對 所以待會兒要說的就是 十八歲的內診是不是 沒有 就是妳還沒有交男朋友之前的 內診經驗有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 要不要去內診 因為也是陪了一個大姐姐去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大概是... 十九 太久了 記不得了喔 沒有十九 對...因為... 真的是記不得 她陪一個大姐姐去 因為她說她好像懷孕了 然後叫我陪她去 她也很抱歉 她也是有一點... 因為以前的女人懷孕哪敢 隨便讓人家知道 都還沒嫁人 對啊 所以她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就好像... 寒仔 假消息 反正帶我去就對了啦 然後我就去 我就...那我檢查好了 檢查 妳幹嘛檢查 沒有 就檢查 妳陪人家去妳幹嘛檢查 可是妳沒有性經驗 是不能進去婦產婚 而且醫生都會問 就是妳第一次 她就會問妳說 有沒有交男朋友 或者結婚了沒有 或性經驗 或者有沒有性經驗 不然她幫她的壓水 她就知道妳有沒有性經驗 不可能 不可能喔 我到現在我老公都說 我現在沒有性經驗了 妳年紀好好喔 這國家好好喔 這一季真的超好笑 妳趕快... 妳趕快回家 跟全國觀眾說對不起 不是 我們回家好了好不好 跟全國觀眾說對不起 對不起 妳有一個性經驗 妳有一個老公說 我到目前好像生五個小孩 我朋友都來了 她終於講了老實話 有一天... 有一天喔 大概是晚上九點的時候 我們跟一票人在聊天 就跟那個群 這個 接接 我們就... 因為她是才華的鄰居嘛 對... 那我們就到她家去聊天 結果我跟她還有那個碰碰姨 我們就一票人在聊天 聊...她夫妻就走進來 然後她夫妻就走進來 然後我就說你們幹嘛 她就跟我說 是 我們人家從大陸回來了 我想要做她炒飯 我炒飯快回去妳家炒 妳來這裡跟人家炒什麼熱鬧 妳來這裡跟人家炒什麼熱鬧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妳回去炒飯 妳知道嗎 人家在那邊炒熱鬧 對... 而且她炒飯幹嘛跟你講 對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啊 我們公主 都在那裡找理由 都不快回來炒 然後我就說 阿婆 妳是要回去炒飯還是不回去炒飯 這樣老公就說 這個妳就不知道 那是怎麼炒的下去 妳要讓回來 要累死 說她很累嘛 然後一回來 我要累死 然後那種下雕 就像黃臉婆 然後頭髮又用那些蠻合起來 然後... 這個我過去看 這真的是炒不下去 炒不下去 好啦 跳過講內診 不跳過... 沒有啦 其實說實在 第一次內診給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說以前... 我發覺以前比較沒禮貌 不尊重個人 然後我們一上去 要緊張嘛 緊張 然後妳腿一定夾得很緊 就這樣嘛 然後她就張開 那個護士長就張開 好兇喔 就這樣 張開啊 然後因為... 她說哪裡張開 不是 護士長 張開 喂 老護士長 老護士長他看清看不清 看到妳這個男生 所以她會覺得這又沒什麼 對她來講 可是人是笑路 然後她就張開啊 然後...很緊張 就張開嘛... 然後她這裡就隔一塊布 我不騙妳 所以只要妳不認識的醫生 我絕對相信說妳一定 妳絕對一定會緊張嘛 然後她不是有一個那個 後來我生過小孩之後 再去做檢查 一支鴨子 那個鐵的那個東西有沒有 也是那個護士長 因為我從檢查 一直到結婚生小孩 都是到那一家 然後那個老護士長一直都在 然後我生完小孩去了 鴨子就要放進去的時候 那她緊張嘛 緊張 然後她就...她好粗魯啊 她就說 妳這樣黏黏黏 腳不開開 放鬆 我說妳那個鐵好硬好痛 她就說 妳老公妳就不會痛 好 沒有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以前怎麼會這樣 現在... 鴨嘴前是T 現在有一種塑膠 花氣式的 花氣式的 對 對 以前是鐵的 好痛 而且那個鐵是毫無感情的 我說正常一般的男生 沒有這樣經驗 幹嘛幫忙安靜 她躺在床上她就好了 對啊 她就好了 所以... 她就好一半了 她就好一半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菜頭 其實妳的心理作用 比妳真正的病症 那她幹嘛還住永和 她就主持人住在醫院就好了 可是醫院貴啊 所以後來我就跟她建議啊 那妳的臥室裡頭 妳就把那個 不是 她點滴一打就好了 有時候妳把那個點滴 畫在妳的牆壁上 然後呢 那個護士小姐畫個護士 然後那個中叉醫院的王院長 就站在那裡 我說妳就好了嘛 結果她就說 妳這個不要打臉 我跟妳講 像妳這種朋友真的很糟糕 妳都不能體會我那種心情 我打臉的人是外面 所以妳知道嗎 現在收看的是經驗物流淚 以前是鐵的 好痛 而且那個鐵是毫無感情的 我說正常一般的男生 沒有這樣經驗 沒有...沒有被女生的那個 婦產科醫生看過 有啊 我也有 其實我覺得婦產科醫生 男生反而比較溫柔 其實我的感覺也是 我會覺得男孩子可能就是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經驗 他會小心翼翼的幫我們做 然後女生他自己本身有經驗 他覺得沒有什麼 然後反而男孩子 男的醫師他會覺得說 就是面對一個女性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要比較尊重 我要比較客氣 溫柔 禮貌一點 可是女的醫師就是 像我自己 對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是那個女醫師 因為我是之前上節目 跟他認識的 後來我就去掛他的門診 就去給他看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棒的醫師 真的很棒 只是說他在幫我做的 那整個過程 跟我之前碰到的男醫師 完全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有子宮後驅的毛病 很嚴重的子宮後驅 然後那時候我要去給他檢查 就是內診檢查的時候 他要順便幫我 就是做子宮及抹片檢查 然後他就說 因為有子宮後驅的人 要弄得很深 對 因為會痛 就我其實不管 給任何人看都很痛 我的身體是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只要那個壓嘴放進去 就只要跌尻尻 在前面我就開始會覺得很不適 很奇怪 把人家放進去都不痛 就不痛 對 對 不是壓嘴前也會痛美 對 所以說 對 我自己 但是男醫生 他知道妳的構造是這樣 他就會比較小心 對 男孩子的醫生 他就會安撫妳 然後他會說 我要放了我慢慢放 然後就是他會告訴妳說 就是妳要怎麼 就是放輕鬆 妳越緊的話 越緊張的話 妳就會越緊 其實我要把那個壓嘴前放進去 就會越痛 那女醫師就會 對 很簡單 他就覺得這個事情就是 好像彼此都覺得 我們有過這樣的經驗 因為他也知道我生過小孩 他也覺得說這個東西就很自然 所以他會放的那個過程 就會覺得 好像硬推一塞都進去 可是妳就 好刺痛 那種 他用的方式是素戰素決 對 就是洗飯的那種感覺 妳知道嗎 後來是 因為我子公很後驅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我要幫妳弄的時候 我必須要挖到很深 我的手要伸得非常的進去 我才能做到很正確的子宮膜 對 因為它不是一個東西 對 它 其實我們做那個子宮膜 膜片檢查是用手指手進去 抓的啊 因為它很後驅 所以只有壓嘴進去不夠 手還要進去 OK 還是婷筠姐了解我 還是婷筠比較淺顯 跟我們不一樣 沒有後面 辛苦 婷筠呢 妳第一次內診的經驗 第一次的經驗啦 其實第一次滿尷尬的 那時候大概是在學生的時候 17 8歲的時候要內診 然後呢 我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她說要內診嘛 那我不知道什麼是內診 我有看過我媽媽 有上過那個 就好像手術台這樣子 很像... 很像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內診 那我等一下是要幹嘛 她說 妳把褲子脫掉 就把那個拉鍊把它拉上了嘛 然後呢 我說褲子脫掉 那我的內褲要不要脫啊 然後我就脫了 然後脫到一半 她說內褲不脫怎麼看啊 然後後來她就自己進來了 然後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脫了 然後她就想說妳脫了 然後我就說 脫到一半好不好 這樣把它掛在這邊這樣子 這樣子看 那很誘惑人耶 可是問題是我只是想說 不要讓她全部脫光光 可是覺得 覺得可以隨時都把它脫... 穿... 那是一個安全感的問題 那個時候不懂嘛 然後後來 多了幾次就自然了 自然進去就知道要脫褲子 對啊 褲子脫一半 掛在這裡 那個醫生要看自己 還要把那個褲子先卸起來 對... 這真的是安全感 這真的是安全感啦 是安全感 對啦 然後後來就... 就在看 對 我有碰過女醫師 女醫師她... 其實我覺得女醫生真的好奇怪 不會有那種... 同理師 我們在這邊要稍微解釋一下 是有些女醫師 因為不是每一個女醫師都是這樣 不好意思喔 是有些女醫師 但是有些女醫師是真的還滿出爐的 就像我說的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有經驗 覺得沒有什麼 動作比較大啦 對 妳知道嗎 像我內診的時候啊 然後就是我... 因為我們常常憋尿嘛什麼的 就常常覺得不舒服那個地方 然後就去內診了 那她看看也沒什麼大問題啊 然後就用兩隻手就進去啦 然後就往上咚咚 這樣咚咚咚 痛不痛 這邊痛嗎 痛不痛 我痛 這邊痛不痛 痛 這邊痛不痛 痛 對啊 妳知道要發炎 因為她要看妳的膀胱 她看妳的指頭 軟巢 對啊 然後她說妳什麼地方都在痛 我說妳用得好巴黎 我當然好痛 痛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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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妳的... 妳的手勢太痛了 因為她用很用力 痛不痛 而且她下面這骨頭還會頂到我的骨頭 沒有吧 然後我就覺得很痛 我就...我想痛... 妳到底哪裡痛 然後她上面就這樣摸了 妳到底哪裡痛 我說都痛啊 很痛 然後後來她想說 好吧... 不過是膀胱炎啦 可能是尿道發炎吧 去驗個尿 然後我就去驗了 就覺得那種... 好像被人家... 那種已經 汙汙過之後叫妳去拿個尿出來 就是最主要只是要驗那個尿 所以幹嘛還要戳那麼久 對啊 所以從後以後妳就喜歡 給帥哥醫生看嗎 沒有 我有個... 我有一票朋友 我有很多票朋友啦 有其中一票朋友 他們呢 就有... 他們就發現有個婦產科醫師 特帥的 然後又高學歷 然後呢 又很...很紳士 然後說話 談吐又非常優雅這樣子 然後呢 就發現到她的那個... 門診是在那個天母那裡 然後有一次呢 他們就打電話約我說 妳要不要去看婦科啊 我就說 婦科 妳要去看婦科幹嘛 不是打麻將才認識嗎 吃飯才認識嗎 妳要搞飯這樣 然後我說... 我說去看婦科幹嘛 我又沒病 然後他說 我們也沒病啊 可是我們已經約好 誰跟誰... 我們幾個人要去看耶 我說看幹嘛 妳都不知道喔 那個男的好帥喔 然後妳又看那個醫生啊 對 然後他們就... 每個人去之前都還坐得好 還化好妝 然後全部穿得很漂亮 全身的名牌 然後掛好之後就看那邊等 然後換他的時候就這樣 很優雅的進去 然後就這樣 然後到了那邊之後呢 醫生 妳好 這樣子 就是整個人的那個聲音 都改變了 妳的那些朋友都沒有老公嗎 沒有啊 都沒有老公啊 他們都單身啊 都內診嗎 他們沒有啊 他們就說 就說隨便啊 都可以內診來看看啊 就說沒發言 也講自己發言 我們喜歡給帥哥醫生看 還是給老醫生看 我喜歡給老醫師 我也喜歡給老的 我是喜歡給技巧醫術好的醫生 妳講的 技巧醫術好的醫生 妳講的 誰不喜歡給技巧好 技術好的醫生 妳們講的那個可信度好低 妳再重新講一遍好了 妳喜歡 對 妳的表情 給技巧又醫術好的醫生啊 我總覺得妳只要技巧好就好 謝謝嗎 對 不是有一個小姑嗎 小姑 然後跟一個嫂嫂啊 一起去看那個內診嘛 就婦產科的內診嘛 然後那個小姑因為年輕啊 就問嫂嫂 我說嫂嫂 好奇怪喔 為什麼這個年輕的醫生 人這麼少 病患這麼少 為什麼這個老醫師 她病患排這麼多人 那我們幹嘛不到 年輕的那邊去呢 這邊比較短啊 應該...我們看完就可以回家 妳為什麼一定要排老了這邊呢 她嫂嫂就說 這個妳就忘了 老的比較好 有什麼老的比較好 老的手會搶 對啊 她到超音波的時候 因為她會先擠那個 對... 冰冰涼涼的 她就會在妳上面這樣 從外 然後從這裡 對啊 從這裡這樣... 可是妳是一個人在那邊嘛 然後一個人躺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這樣看喔 然後那個男醫生還不錯就是 他不會回過頭 他不會你說很特定回過頭來 這樣看身體 看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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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較會是這樣 然後就... 然後用那個Monitor的資料出來 然後這樣 他比較不會去 那這樣就不會說這樣 不會...